这个Listbox 顾名思义嘛 他是一个清单 那其他最大的 其实你们也可以思考 这个Listbox以前在 Darnets里面 VP-Darnets里面 四双版其实就等同是什么 就是我们Drawbox 他也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下拉的 你要下拉之后他才会显示出来 可是Listbox是什么 他直接就已经显示出来 所以他优缺点你大概马上可以知道 就是说他如果说 画面上面也是这样跟那个刚刚那个Radio Button List 有点类似 他是整个展开的 他没有办法收折 这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呢 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可以多选 可是那个 我印象中好像那个 Drawdown List就没有多选这个选项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会比较大的 不同 其他的部分的话还有相关属性 高度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RAW几列 几列列号 然后 Slate More 就是说呢他是单选 是Single还是 Multiple 就是多选的 然后宽度等等 我想大概这些功能大概跟前面的几个控制项雷同 好那这边的话呢 Slation这边有Multiple 就可以多选 那你可以用Ctrl鍵 或Shift鍵 连续选取 OK 然后比如说以这个范例 所以等一下各位也建立一个 这个练习 一个Listbox 点sbx 那里面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们来秀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最后做出来的需求类似像这样 把它弄起来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 左边右边嘛 所以左边右边各有一个 这个怎么会 类似这个我先弄起来 OK 比如说我可以多选其中一个 那这边有按钮 按一下这个箭头 他就过来了 OK 那这边的话呢 主要上面是一个标题 一个Label标签 那你要加入这两边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你可以插入表格 利用插入表格的方式呢 你可以用这个应该是一列 然后三栏 你可以这边给一列 因为他这个横向 你这样你可以用